民眾見到賣場頂樓的停車場 轟轟轟的超大聲 耳朵都快受不了 靠近一看發現 機器不斷冒出白煙 大量水霧狂低向下雨 晚上來賣場這聲音居然還沒停 反而顯得更吵了 其實有一點像引擎一直在運轉 直升機那個引擎在運轉的聲音 覺得不舒服 聽久就不舒服 這晚上也滿吵的 最近的聲音非常大聲 睡不著 因為我前面 其實還滿 聽到這個聲音很快就醒來 有一點困擾 覺得有點吵 好像從開墊到打烊 就是會覺得不舒服 台中周密錄的大賣場 頂樓機器發出巨響 隔壁大樓住戶被吵到快精神厚弱 誇張的是 這聲音竟然傳到300米外的大樓 都聽得到 民眾開窗拿著手機 從10月6號就錄到了聲響 14號一整天 從白天到晚上 16號也有錄影存證 晚上10點半聲音終於停了 恢復寧靜 11樓的民眾氣得PO網說 麥廠每天都發出類似 直升機的聲音 從早上9點一路吵到晚上10點 已經將近一個月 請里長去反映根本沒用 有很多禮民打電話打到這邊快要爆了 賣場頂樓造音環保局接到了四件投訴案 10月9號又去稽查發現是排風扇的馬達培林損壞造成的 賣場公關緊急回應造成了民眾困擾 深感抱歉 10月4號故障請了廠商處理 但更換零件備料需要時間 已經在17號維修完畢 環保局也到場二度稽查確認 紅隆隆的擾人聲響沒了 住户終於可以一夜好眠 東三星文廖之貴 王府安 李明洪 張晨雲在台中的採訪報導